地圈民眾今天一早 一定有感受到空氣明顯變差 尤其是彰化沿海和雲林輪被賣療香 空氣品質亮起了紅色警示 出門就感覺眼前一片雾茫茫 從彰化八卦山上往下看 市區像被撒蝦大片沙土 雾雾黃黃的 空氣好差 民眾出門全戴上口罩 不敢大口呼吸 雲林賣療地區也受到空污侵害 走在街道上眼前一片雾茫茫 環保署空氣污染監測網站顯示 台灣西半部地區空氣品質拉緊報 尤其是彰化縣沿海 以及雲林輪被賣療 清晨開始亮紅燈 彰化市和台中市部分地區 已達局色警示 彰化台中苗栗最大會被封過線 它是很緩慢繞的一個過線 那等於是污染路更容易累積 今天明天可能都是類似情況 氣象局長證明點說 20號週五開始風向就會轉變 若風區開始消散 到時風勢會增強 空氣污染的情況才會改善 因此提醒中南部地區的民眾 這幾天敏感族群 老人小孩和抵抗力弱的人 都要減少戶外劇烈活動 出門也一定要戴口罩防護 華視新聞 熊木蘭林品星 謝忠義 吳建宏 張煥雲林報導 今天明天看到 今天明天看到